大家好,今天來到YY新成語動畫狼的事人 今天跟大家說三個成語 三個成語都是很簡單,一聽就會明白 第一個叫尖前顧後 第二個叫幽柔寡斷 第三個叫三思而行 三個成語有甚麼分別?跟大家說 三思而行即是想幾次才去做一件事 然後一個人謹慎、小心,我們叫三思而行 例如有的,準備了給大家 我們說那個人三思而行 我們說這件事太重要了 你一定要仔細盤算,三思而行 這個字通常都是說那個人要去想得多些 小心行動、再三思慮 這個字通常我們跟那個人做了這個行為 是讚他,他三思而行 所以我們讚他,想過、度過,先去做 但幽柔寡斷,由是柔弱的意思 幽柔寡斷,即是做事不當機立斷 想很久,很猶豫不決 通常這個成語用得過,形容一個人的性格 又看例句 我們說幽柔寡斷的時候 面對前途的決責,他一反平日 顯得幽柔寡斷 即是他行事很猶豫,是很貶義的 剛才看到三思而行是可以正面的 幽柔寡斷多數都是貶義的 但最後一個要教大家的尖前顧後 沒錯,尖前顧後這四個字,這個成語 是既可以煲,亦可以貶的 如果我們說一個人想事情很小心 看前看後,我們叫尖前顧後 我們說一個人想太多,顧慮太多 我們說尖前顧後都得過 例句異明一點 我們說那個人形容做事很謹慎周密 我們說這個問題其實好像無關重要 但他因為知道是牽涉多方的利益 所以尖前顧後地小心提清楚 這個是讚他 但如果踩掛,我們可以說 你老是這樣尖前顧後 是無法成就大事的 這就是煲和扁都得了 今天一集就講大家一個扁意 一個煲意 一個記煲斜扁 今天一集到這裡,拜拜